法国精品品牌 今年在巴黎时装周发表的春夏秀 现场宛如一座巨型艺术装置 黄白两色玻璃方隔天桥 四条扶手电梯 大帐篷顶散落刺穿的圆圈 福布气势折人 模特儿行入一只只圆柱 沿扶手电梯缓缓而下 横过平面天墙再沿电梯而上 纵横交错的效果 为2013春夏女装系列定调 塑造了一群从夕阳棋盘下走出的贵族少女形象 这周密的视觉计算 是概念艺术家Daniel Berlin 以巴黎Paris Lurio庭院 摆放260条三个高度圆柱的装置为灵感 除衣袖薄围外 所有服饰皆是窄直的长方形轮廓 与三个垂直高度及天桥的水平面对立 设计师Mark Jacobs 本季贯彻了棋盘格的主题 怀旧浪漫换上了精密计算 无论服饰及事物接见大小不一 颜色质感各异的方格纹理 塑造鲜明抢眼的视觉刺激 数以千计的小猪片 组成流光四溢的金属面光滑 就算稍大的猪片 也要四块一组精确地缝在网格上 造出微妙立体感 或运用制作地毯的技术 在皮革及布料上刺绣 效果如羊毛絮 布料盯上额毛及花手工 才能造出均衬质感 边缘也得细心修剪 令方格线条笔直俐落 装饰图案看似简单不过 其实极为繁复 造工丝毫不差 每条接缝每个细节讲求建筑般精准 尺寸误差小于一毫米 纵观整个系列 可见二元对比概念贯穿其中 每个四方网格内 两种颜色 光感及雅色的对立显然易见 加上模特儿 两人一组出场 更加强了二元对比意念 法国高级钟表及珠宝品牌 是资金一元开设专卖店 并于近日在高雄重新开幕 持续融合现代与浪漫主义的优雅形象 本次以Home的概念 来打造整体店面 占地进百屏的专卖店中 完整规划 各式产品分别拥有独立的购物空间 以及VIP室 让贵宾得以在其中自在地鉴赏消费 开幕活动特别邀请到全民女神陈廉希 身穿紫色瓶口礼服现身担任剪彩嘉宾 孙明的第一个就是名贵的手表是爸爸送的 就是肯提尔的 他们现在有做一个一系列的电影的系列 然后这个是从玛丽莲蒙鲁 她那个飞起来的裙子作为发想 也非常的漂亮 荷兰电堂级时尚品牌 是全球首创 推出3D立体剪裁的牛仔裤品牌 日前来台开设旗舰店 而品牌 个人化丹尼定制工作室 正式巡回也来到台湾 开幕记者会上 特别邀请新生代电影潮心 奉小月担任活动嘉宾 更利用远从荷兰空运来台的裁缝设备 为她定制一条牛仔裤 首席设计师更与该库签名留念 别具意义 情歌女神王兴玲 日前为演唱会定妆 率先曝光了黑恶魔造型 这款服装出自台北英迪赛 超级设计师陈玉静之手 王兴玲以实际的行动 支持台湾设计 今天的服装呢 其实是台湾的设计师做的衣服 然后很谢谢他们 然后这套衣服我觉得很漂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